那个是一个介绍 不学习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华小学生去认识这个教育人 就好像我们介绍教育文给这个国小一样 这个以前这个历史 我们以前中文的华文是这种文字 这个这样而已 我们就是要介绍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谈的 可以接受的 不是学习的 教育部在8月2号公布 将找一书法艺术 纳入小学四年级马来文课本的措施照跑 这课题纷纷火火的许久 今天董教总与其他共12个华社与弹米尔教育组织 进行讨论后发表联合声明 我们要对此保持谨慎的态度 我们认为教育部的声明 哪有许多细节带离清 因此我们要求教育部公布个集体的修正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在教育部还未拟清有关细节之前 先各自这项措施另做讨论 此外渔慧者也拿出了现在的华诞小五年级马来文课本 说明课本中已经有介绍赵一文 因为现在的五年级的课本 这个五年级的课本都已经有了 这已经有了 这些人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学习这个 每个字体啊每个发音啊 这些东西不适合 因为现在的华小运小呢 他们已经是学习这个 这个东西的课本 另一方面联合团体也担忧 增设新内容是否会占据 国明星小学原有的马来文课时段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感觉 尽管有没有问题 问题我们现在认识 当时我们认识的课本来文语 在华语和华语 华语和华语 是不复价 比较和华语 一件事是 我们认识的课本来文语 是在华语和华语 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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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教育部对找医书法 尚有许多细节没有理清 董教总将在明天下午三点 前往教育部与副部长张念群 会面交流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告诉政府 参与是很重要的 要让stake活的参与 而不是让他自己每次做 我们以往的就是问题 就是这样 stake活的没有参与 那么做出来要决定 就是有被我们怀疑 这样的东西 任何人都会怀疑 不只是我们 你怎么做呢